若你的苹果也有负能量 让我用黑曜石斩草除根 在5月30日天石日 我毕条sir将会为各位研点这支 师傅给我的开光加持过的 私业祈福水龙神蜡烛 只要各位给你的中文全名我 我就会将你的名字写在表面上 在天石中重景一天 为各位祈福私业解压运 费用是随心的 记得WhatsApp我们 今天我要再提醒大家关于黑曜石 当然相信没有人知道 黑曜石不同的形状有不同的效应 一般来说大部份都知道 黑曜石手链在右边可以辟邪 防负能量 这些碎的也可以放在风水阵 放在一些负能量的地方 让它可以吸收负能量 其实大家都可能忽略一样 其实我之前有提及过的 就是黑曜石剑 之前我有提及过的 我的粉丝也有购买过的 为什么呢 它的效用是无比之强的 首先要小心 黑曜石剑一定是人造的 它不是用机器做 这些旁边全部是凹出来的 好来的 在古时那些人 用来做矛头 你看到一些电影 把刀插入那些恶魔 或者是一些魔鬼 其实那些都是用黑曜石做出来 大家可能留意一下 大家看一看 这里有很多把黑曜石剑 其实在古时记载是有帮人做的 可以做一个手术 其实还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不知道 例如一个苹果 有一把刀在这里 以下的内容动作要留意 很危险 最好有人在旁边看着 一般来说 它以往的记载是这样的 例如吃苹果 可能用刀去切 它不是 苹果你觉得是一种负能量 可能吃了会影响我的 你可以用黑曜石砍一把刀去切 解开它十字 苹果里面的负能量 便会被化解 便会分解了 所以古时的人类做这件事 会不会有智慧呢 你自己想想 如果觉得有问题 你也可以试试 感谢观看